南韓總統朴槿惠強烈批評歲月號杜輪船長和幾名船員的行為 這首座有476人的杜輪在上星期翻沉 造成60多人死亡,200多人失蹤,其中很多是學生 朴槿惠說這幾個人的行為不可理解,而且不可接受 他說從常識來看,船長和一些船員的行為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的行為形同謀殺,無法而且也不應該容忍 事故發生之後,船長沒有立即遵守 曾倒船舶交通服務中心的疏散命令 他們對乘客說說留在原地不動的同時,他是離開乘客 自己先逃生,這種行為不單在法律上還是在倫理上都不可想像 船長、三副和另一名船員在星期六被捕 他們被控在杜輪下沉時拋棄乘客 公訴人說,歲月好翻沉時,26歲的三副在掌舵 他第一次駕船通過該片的海域 另外還有四名船員被拘留 他們被指沒有對乘客盡到保護的職責 潛水員從杜輪當中打撓出60多具屍體 目前還有200多人下落不明 大多數遇難者都是高中生 南韓海洋漁業部的發言人說 到目前為止,遇難者的遺體只能在DNA檢驗結果出來之後 才能轉交給他們的家屬 但是現在他們簡化了移交程序 根據家屬的意願,在DNA檢驗結果出來之前 就將遇難者遺體送到其他醫院 星期三,南韓城市安山計劃為多名遇難者 舉行追思儀式 杜輪上很多學生是家住安山 海上交通控制部門星期日公布的報告顯示 船員在命令乘客棄船逃生的決定上表現得猶疑不決 在杜輪下沉的時候有174人獲救 水月號船長李俊錫說 由於他擔心乘客在急流和大約攝氏10度的冰冷海水當中會有危險 所以他才沒有下令立即疏散 李俊錫是第一個棄船的船員之一 當局還沒有認定造成這次災難的原因 但一些生還者說他們聽到一聲巨響 然後船開始傾斜並且下沉 星期五,《朝鮮日報》引述調查人員說 水月號突然轉向導致180輛車和近1200噸貨物 移向一側導致船傾斜翻沉